918强政重创花莲至今已有11天 华莲县政府除了积极召集相关单位 抢修以及加速鉴定房屋受灾的情况外 慈济慈善基金会与台积电慈善基金会 也吸收花莲县府共同投入救灾工作 县长徐正伟前往玉璃医院给予受灾相亲关怀 也允诺找日量相亲回归正常生活 0918强政重创花莲至今有11天了 华莲县政府在9月27号召开相关单位 积极抢修加速鉴定家务受损的情况之外 慈济慈善基金会与台积电慈善基金会 吸收与华莲县政府共同投入救灾的工作 县长徐正伟也在27号与慈济基金会签订合作备忘录之后 立即赶往玉璃医院给予受灾户的相亲关怀 并以诺将早日让相亲回归到正常生活 县长徐正伟连任南下从勘察 玉璃、浊西、复璃等产业的道路 与家务受损的情况 与相关单位投论未来修丧的状况之外 更是亲力亲为走入灾民家中安抚乡亲的情绪 县长徐正伟表示灾后重建工作是相当重要 但是关怀灾民因为地震之后感到恐慌的心 使其暗定也结为重要 县长徐正伟表示目前通报需要鉴定受损的家务 505户已经前述鉴定完成 接下来以慈禧慈善基建基金会 与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共同协调修复的工作 也感谢慈禧基金会深入灾区 关怀相信给安慰 欢迎政府会成为大家的推力的后盾 极力强修不会遗漏任何疑惑 记得join黄色不到